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 今天继续和大家看看我用了HB101之后的蓝花的反应 我选了几棵蝶蓝 这几棵蝴蝶蓝其中有三棵 都是接近没有根 有一棵根比较多 就是这棵 现在暂时是用一个叫桃粒来种 是不是水培呢? 很难去界定 因为通常我给的水位不多 我等到它里面没有水的迹象 然后就给回大概一粒桃粒这么高的水位 平时是怎样施肥呢? 我就用抹叶的方式 用抹叶的方式来施肥 所以呢 这些只不过是清水 清水的好处就是 没有那么容易产生青苔在这个瓶里面 水垢也都相对是比较少 那我现在这棵呢 它已经是适应了这个桃粒 玻璃瓶种植的了 现在看到这个根尖呢 曾经停止了生长的 现在最近呢 又有一丁点的根 一丁点的新根在这里生 那它本身旧有的根剩下不多 所以要它生新的根呢 就是最急的事 那么现在看到 那现在看到 它有两条新的根 在那个勁那里生出来 而且呢 有一条它已经开始 自己想进去涂粒 那也都看到它有一批新的叶 新的叶 非常之好 这边看到的根比较清楚一点 这棵就暂时挺好 它的叶呢 也都很挺 那看一下这一棵 斑叶粉红花的蝴蝶呢 那它又是在 种的过程里面呢 根冷静很少 上面那里有半条 下面那里有半条 就是剩下这么少的根 现在呢 很明显看到有 两条新的根 现在看到它里面有些红色的东西呢 就是那个 我用了俄罗斯红药水 帮它塗过那个头部 因为它当时有烂筋的出现 那我就塗了些下去 塗了些红药水下去 帮它杀下菌 和希望它快点生新的根 现在这棵花呢 仔细心点看 它不单止这里有两条新的根仔 其实我看到这里呢 都肿起了 这里凸起了 这里凸起了 来近这里应该会有一条根生出来 这边应该都有 这个位 这个位 也都是肿起了 这里看得清楚了 那它的叶呢 那它的叶呢 也都是有新的叶 在生中 这些叶新的叶 这些既有的就比较稠一点 有些缺水的脂肠 也都可以说 现在给的水较少 其实相应来说 可以给多一点点水 又或者一会儿 抹完肥料之后 我就用个胶袋 盖住它来到过夜 久时久 我会盖住它来到过夜 但是有时日头 拿回胶袋之后 晚上又不记得套回它 这样 通常我就是晚上 如果记得的话 就晚上用个胶袋 这样盖住它 早上睡醒了 就拿回胶袋 让它休息 那现在这棵 也是其中一棵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的 这棵它的叶就更加稠 那它水位呢 通常就是这样的水位 最多是这样的水位 那那个海绵的作用呢 就是浪起它的头 就是不用说 一旦那些水位过多 湿的桃粒 黏着头 就容易难头 现在看到它 这里有一条新的根 这边也有一条的 它也是向下 这条是比较明显的 那也都有一片新的叶 看到里面有一片新的叶 那有时呢 我有空 我就也都会向它 这些是清水来的 向它的 枕边这样噴点水 目的呢 就是增加它里面的湿度 其实我家里面呢 那个湿度都比较高 但是不能够 弥补它现在 液槽这种缺水的状况 所以呢 我要额外给它 多一点点水气 所以看旁边噴点水 就是增加它的水气 那平时 平时夜晚呢 我就会用个胶袋 粒住它 日头就打开胶袋 这样 那效果都比好 都不错的 也都是有塗过 那个红药水 现在看到里面 也有一点 粒仔根 在那个海绵上面 那那个红药水呢 我只是塗一次而已 有问题的花 处理完之后 我就用红药水 来塗一下它的头 那目的就是可以令到它 杀菌 和令到那个伤口快点好 也都有刺激生生羹的作用 就是这一只 但是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在网上买东西 有时看到就要买 买完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会再出现 买不到了 那买不到 就是我没得再买 也都有很多朋友 没买到过 因为他们的地方没得买 那既然是这么难买的东西 那没有就算了 但是呢 这个101呢 HB101呢 就相对容易买很多 那没有红药水 用这个HB101 有没有效果呢 效果很理想 我用在水培的那些 那些蝴蝶蓝 已经停止生长大半年 至一年以上 居然呢 用了三个星期 它已经有新的根山出来 单独用它 又可以 加一点海藻液 一起用又可以 我有一个片是专门介绍 用它来处理那个 姜祖苗的蝴蝶蓝 是水培来的 就是用它 也都有示范怎么用 那现在面前这里四棵 也都是有用它 同时间 因为当时用 它们有问题的时候 处理蓝筋的时候 用过红药水 那 那 功劳在哪里呢 那两个都有 那买不到红药水 就 就用它 单纯用它 那另外这一棵 还没看 这一棵呢 就 是我 梦寐以求 是 想得到这个效果的 的 怎么说呢 我在网上看到 有些朋友 够 蝴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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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 肥也有一负 下面呢 下面还有一粒 下面あと有一粒 一仗诶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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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educ mosque 郑明 又或者有但是 既然没有就不用了 现在主要是用101 其实这里也在脑筋里生个小筋 但我有时候用来拆花了 它就小气不再生了 这一堆新的筋 看到都开心 现在看到它里面也有一堆新的叶子 这堆叶子是用了这个红药水 后期加上这个101之后 生得很好 这一堆叶子绝对是用了这个101之后才生出来的 那也都是用一块海绵来拆住它 隔开那些湿的桃粒 需要生根呢 水分是一定需要充足 所以尽量保持这个容器里面 是有湿气 但是头就最好不要直接碰到水 因为真的怕它烂头 那我现在这些用桃粒来种的拯救它们 是怎样用这个101呢 因为大家都看到 它没有一个地方是直接碰到水的 是不是 这些只不过是提供水气给它 引它生根 那要用这个101 我通常就用抹叶的方式 那我用的比例是怎样呢 那现在这里有一瓶500毫升的室温水 清水来的 是喝完水之后 装的水后水 那这里我会用两滴 我重瘦点 通常呢 如果说一滴 对500毫升的水 其实都可以的了 不过我就比较心急些 那我打算用两滴 滴了一下了 算不算 因为剩下很少在里面 那我用了一段时间 刚才那一刻不算了 两滴 哈哈 用很少的份量 对不对 这支绿苗我都用了一段时间 不过不是所有兰花都用 因为 只剩下这么少 我只是买了一支小小的用来试一下 那搅拌它呢 就行了 没加任何东西 大家可以加少少海藻液 即是两样混在一起 两样混在一起 那我就用杯子装着 这个溶液 那 化妆棉 拿出来抹呢 就容易一些 那尤其呢 我也都想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分享我怎么做 那 那个海绵呢 最好不要说太湿了 因为太湿的话 有机会 弄到里面 叶芯有水 积聚就不好 那这个101呢 有少量的说明呢 就说是用一些 天然的材料成分的 就是在植物上面提连 那些有效成分出来的 那但是 为了各方面 戴着手套就安全一些 那其实都很难避免 说里面积到水的 因为有时候想给它多一点 是吧 那如果继了水呢 大家都知道的了 就是想办法令它的叶芯干 那 例如可以用 纸巾啊 或者海绵啊 那些棉花啊 那些来印干它 然后就放在通风的地方 那让它的叶芯 叶芯尽快干了呢 那就安全了 如果不是呢 叶芯有积水呢 很容易烂芯 就 就很糟了 救到它出了根 跟着又烂芯 那很惨啊 那 我比较心急 所以想给它多一点 那其实呢 现在这些是水培的 有一个更加好的方法呢 就是说 你用个大一点的容器 跟着呢 反倒转它 直接将叶芯浸下去 浸它五分钟 十分钟 那样其实更简单 过这样的抹叶 好似这棵 拿得出来的 干脆拿去浸 更快 那 那 例如好像这棵 就没办法了 你不可能倒得转它来浸 对吧 所以 这些就是 迫着要抹叶 又或者有植料种的那些 你又不想 它不需要淋水 但是你又想施肥 那 就是用抹叶的方式 用抹叶的方式 来施肥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不用说 局限住 给那些植料 哎呀 那些植料都还很濕 怎么施肥啊 那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了 它叶的底面呢 都有很多气孔的 尤其它的叶底 叶的下面呢 的背面呢 它那个气孔更加多 所以呢 尽可能 抹叶这个叶底 刚才听到烂一声 不知道在哪里 哈哈 希望没事了 可能是那些桃粒 那些桃粒 移动了位 而已 有时候要自己安慰一下自己 可以吗 我就示范这两棵蒜 因为这样看都很闷的 抹叶而已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样 很简单 那 那 记住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 叶芯一定要确保它 不要有积水 好像刚刚这一棵 那样呢 就做得好了 因为那个化妆棉呢 没有沾住太湿的水 太多的水呢 就会流下去 就要处理了 现在这棵非常好 那就处理好了 这棵嫩的叶很漂亮 还有整棵都很健康 希望它就跟快点生 那今天跟大家也都分享了 这几棵状态本来不是很好 现在状态很好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买来试用的 那好吧 多谢大家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欢迎你订阅的 也都欢迎你分享 或者留言给我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